今天帶大家來搭最近很火的哥斯達沙倫男號 來去沖繩與宮古島玩個五天四夜 首先抵達技能港準備登船 工作人員會指令方向 到達後先來寄託行李 這邊要記得幫行李榜上專屬吊牌 寄完之後就可以排隊辦理登船手續 這邊跟搭飛機的手續很像 只是人籠長了不少 比起登機來說 等了快要一個小時左右 這邊要稍微注意一點 登船的時候會把護照收走 之後上下船會使用船上提供的護照銀本 只有一張紙要小心別弄丟了喔 上船後還不能先進房間 所以可以到自助餐吃點下午茶 或是到甲板走走 自助餐的話提供時間分別是早餐、午餐、晚餐 基本上除了宵夜 隨時隨地都有飯吃 但好不好吃就見人正知囉 這次住的是九樓的海景陽台房 不大但是該有的都有 木質家具為主 但最棒的是能在陽台看到各種海景 從房間出來就能直接透過超大的天井 看到三樓的酒吧 參觀完房間就可以去綁卡囉 在船上都是使用船卡消費 所以要先將船卡與信用卡綁定 這次人超多喔 大家要先做好心理準備囉 這邊幫大家實測過不能綁JCB以及郵局的簽帳卡 所以建議大家還是多帶幾張卡 而且最好是Visa的 綁完卡後這邊推薦一個船上一定要吃的 就是這個冰淇淋 船上必吃美食 每天都有不同種口味 新鮮製作的義式冰淇淋 尤其是義大利人做的 就是讚 每天都一定要來吃上一球才甘願 最推薦檸檬口味的 酸甜可口 還有一點點的檸檬果肉 整體嚐起來很絲滑 晚餐我們是吃色味斯餐廳 因為船上人數眾多 所以有分時段以及餐廳的 在房卡背後都會標註 你是哪一間餐廳以及時段 色味斯整體裝修非常浮誇 各種水晶吊燈與金幣輝煌的裝飾 用餐是採用點餐的手法 這裡用餐到一半 服務生還會線上表演 進歌熱舞 整個餐廳瞬間變成歌舞廳現場 大家都站起來參與這場盛宴 在哥斯達郵輪上面 活動其實挺多的喔 每天都有著不一樣的活動 不管是想去賭場碰碰運氣 酒吧喝點小酒 游泳池游 唱KTV都可以 工作人員每個時段 在不同地區都有不同活動 像是精品拍賣 星空電影院 瑜伽 帶動舞蹈等 讓你根本閒不下來 絕對不怕無聊 這次郵輪之旅就介紹到這邊 喜歡我們的影片 記得按讚訂閱加分享 不要忘記開啟小鈴鐺 我們下支影片見囉 開心otti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